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跟你复婚吗 不是因为他心里还有你 对你有感情 他心里一直没有你 从来没有对你有感情 但是还要跟你复婚 是因为他现在实在找不到 像你这样的 什么事都不管他 无条件的信任他 又出钱又出力 还什么都不图的女人了 视频中这个被导师劝戒的女人 名叫严女士 四年前 她的前夫老陈为了打赏女主 拨戒了几十万的外债 到最后不得不变卖房产还债 不仅如此 前夫还没有一点上 尽心三天两头的换工作 平日里就全靠严女士 在金钱上接济 严女士本以为前夫会懂得感恩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前夫反而拿着钱 在外面婴婴宴地找女人 这一系列行为 让严女士彻底寒心 忍无可忍下提出了离婚 可如今四年过去 一事无成的前夫 竟找上门来求复婚 而严女士的心竟然动摇了 还找到节目组希望帮她拿主意 刚一上台 严女士就诉说出了心中的委屈 结婚大概两个月之后 我就怀孕了 在怀孕期间 婆婆照顾我 我就没有工作 这个时候呢 我才真正的和她相处了比较久 可不是吗 然后我就发现 她的工作 一般就是不超过三个月时间 然后又换工作 当时因为她对我照顾的特别好 我也不知道 我就没有考虑太多 我觉得她照顾我很辛苦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呀 因为我之前有工作 然后我还有点存款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感受是 这个男人还挺体贴的 孩子出生之后 这个小碗应该改变了 因为天口开销就大了 对吧 因为后来的时候 我一直劝她找一份 比较稳定的工作 她都一直是属于这种状态 这个时候花钱就比较多了 然后实在没有办法 所以我两个月的时候 我就去工作去了 从交谈中得知 严女士和前夫惊人介绍相识 相处没多久 严女士就掉进了前夫的温柔箱里 很快就领证结婚了 可婚后的生活让严女士大失所望 前夫生活懒散没有一点上进心 孩子刚两个月 严女士就被逼着去挣钱 这要是搁一般女人身上 那肯定是刚结婚就得闹离婚 更不要提这个时候 让她去挣钱养家了 不得不说 谁能娶着严女士这样的女人 真是祖上烧高香了 但话又说回来了 她的丈夫老陈究竟有什么理由 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吃白饭呢 那你为啥不去工作 让老婆出去工作 其实我换的工作比较多 但是都是那种工资比较低的 而我的自己想法就是 一定要找一个 我自己喜欢的工作比较好的 这个老陈倒是挺会想的 没有那金刚钻 偏偏还想拦那瓷器活 自己几斤几两难道不清楚吗 还想找喜欢的 还要求工资高的 也不撒泡尿罩罩 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 都多大人了 还跟钢地叶一样 拿理想当饭吃 就这样似的 要不是靠严女士养着早饿死了 而对于她的说辞 严女士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后来的时候 是因为实在是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了 然后我这边也逼她 家里面也逼她 就觉得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顶不起家的这个重任 然后她爸爸没有办法 就是带着她一起去做生意 但是这个生意呢 也没有做多久 大概不到两年时间 也就因为各种的借口 就不跟她爸爸一起做生意了 然后开始自己做 自己做没有做多久 这个事情就 不得不说 这老陈也太好高无远了 跟着父亲做生意 这多好的事 有人带有人交的 而且还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在常人眼里 肯定要羡慕 死她有个这么有能耐的爹了 她倒好撂下摊子自己跑了 真是一丁点担当都没有 也不知道当初严女士 看上她啥了 或许正是了解 透了她的这个脾性 所以严女士对她也算是无欲无求的 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 却让严女士觉得十分荒诞 没有做生意的时候 又去找了工作 也是属于在这几个月 在那几个月 然后有一个最可笑的事情是什么 她离职了 当时她回来还给我讲 老板就问她 你为什么要离职 其实干的还挺好的 她说因为成都太冷了 当时老板就问 你不是成都人吗 她说我是啊 你在成都几十年都呆了 为什么现在就觉得冷 不想干了呢 然后她自己都还觉得就是冷啊 我就不想在成 这是什么神仙操作 嫌弃工作的地点冷 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现在却突然不适应了 这个辞职理由 她的老板估计都闻所未闻 让人不得不感慨 这老陈是断奶了吗 竟然能说出这样幼稚的话 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没一点正性啊 完全不像是她这个年龄该有的样子 那么对此老陈又会怎么回答呢 成都本来就很冷 我自己的体质吧 我就喜欢这种热带的地方 所以我后来就决定 去了云南那边工作 那老婆呢 我的想法就是 我如果去了那个新地方 如果我能够在那边 你可别说云南了 就是因为她去云南这个事情 真的那一次差点就离婚了 真是奇葩 见过人去适应环境的 还没见过老陈这样 让环境去适应她的 真想看看她的脑子里装的 都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 她这样天马行空的个性 根本就不适合在地球上戴 就应该航天员去太空的时候 给她也捎带上 也省得她做惊祸害老婆孩子了 可让人好奇的是 为什么严女士会突然气愤的打断了她呢 竟然还说出了那次就差点离婚的事情 难道云南之行发生了很特别的事情吗 因为她去的云南那个工作 她认为是非常稳定的 其实我觉得她就是为了逃避家庭的责任 因为她去的那个工作特别轻松 但是她工资也很低 但是在这期间几年 她每一年回来一次 甚至两年回来一次 但是回来的时候 跟我和孩子家庭焦虑的特别少 然后成天就抱着那个手机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奇怪 我说你为什么抱着这个 她说都是工作电话 然后每天的话半夜半夜都在玩手机 然后我心里面就有了怀疑 因为毕竟两三年没有回来 而且也没有赚钱回家 然后我终于我忍不住 就拿着她的手机出来看了 当我一看的时候 就发现她聊天记录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特别是跟一个女孩子聊天记录 每天都上百条 好家伙 这老陈真是癞蛤蟆穿花衣 长得不花丸的倒挺花 上天可真是白给她这么一张 人畜无害的脸了 竟用来干一些畜生事 明明自己都有妻有女的 还要去和人家撩摆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这不就是贱吗 都说男人只有挂在墙上才会老实 卡莱这话说的一点也不假 那么对于严女士的证据 老陈又会怎么说呢 你说的那个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我跟他们聊是聊工作的事情 我本来就是 但是里面的话就提到了什么 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吃什么 然后我们到哪去玩 去什么地方旅游 然后最后一条问她 她说我生日的时候 你能不能赶回来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 就是我朋友挺多的 而且工作同事也挺多 我们会交流这些 又被无语到 都抓着证据了 老陈竟然还在不承认 是不是就算把她和她的小姐妹 捉在床上 她还能说和人家是 清清白白的兄妹关系呢 小嘴巴拉巴拉 倒挺能说 可也得有人信呢 真是好奇都抓到老公这样了 还不离婚是留着等过年吗 那么对此严女士又会怎么解释呢 我觉得她是不是在外面有什么 然后我就跟她爸爸妈妈说 我说如果想要这个家庭好的话 我说还是让她回来 后来的时候她爸爸妈妈也就把她叫回来了 回来了 对就回来了 回了成诸子之后呢 回来了之后 然后那段时间就比较安稳一些 但是呢工作一直还是不是很落实嘛 后来的时候她有一次她特别开心 她跟我说找了一份国外的工作 因为她的英语比较好 当时她就给我幻想着未来 然后会怎么样 然后将来如果在那边稳定了之后 孩子也可以过去 说实话我又相信她了 当时她的父母其实是不同意的 其实我现在想想 我应该听她父母的 她的父母不同意 然后我还帮助她 说服她的父母 因为她的父母特别听我的 就觉得就是我也比较孝顺嘛 但是当时去国外的话要很多钱 然后她父母是不同意的 所以不会给她钱 然后当时我就把我自己的积蓄 全部给了她 不得不说 这严女士也太惯着丈夫了 犯了错就这么轻易地原谅她了 俗话说 吃一欠长一智 但现在看来 严女士完全就是被自以为的爱情 冲昏了头脑 对于这种老喜欢躲着老婆偷星的猫 竟然还敢把她放回山林 甚至是一个充斥着金发碧眼 更为广阔的山林 也不知道这严女士是对自己有信心 还是对丈夫有信心 那么对于严女士的赞助 老陈又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出国这个事 我当时也是想了很久 从我自己的专业来说 我觉得还是要做跟我喜欢的行业 所以我就选择了关于教外语方面的 那么去了之后呢 我在那边说实话也是个新人 我的教室的经验也不足 我就慢慢地去沉淀 就慢慢地去做 教中文是吧 对就我还是希望他们过得好 真是得了便宜还卖贵 老婆帮你克服一切困难 让你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说让你感恩戴德也就算了 结果你却只会画饼 也没做出什么成就 还是跟之前一样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 漂亮话说的倒是一套又一套的 就这样不靠谱的丈夫 让人不禁好奇起来 严女士后来相信她了吗 希望那仅是希望而已 但是你做到了些什么呢 这期间她也是没有寄钱回来的 然后那一次她让我和女儿 都过去我挺开心的 然后过去的时候她也挺好 就到她工作的那个国家 对过暑假的时候 她还跟我们租了一个比较好的房子 当时我觉得好不容易 有一家三口这样一个机会 然后在国外旅游 我觉得挺开心的 孩子也特别的愉快 然后再住半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候房东过来 他就问我嘛 他说你们的房租还没有交期 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说不是已经交了吗 然后后来的时候 我回来问他 他说他们那个房子 是可以15天15天地交 然后我就问他 我是那房东要房租了 他跟我说没钱没法工资 那个房子挺好的 又是一个高档的住宅区 是挺好的 但是你在国外几年了 都好几年了 然后连个房租都没有交完 然后还让我来交房租 这个是可以分两期交的 没有那么厉害 显然丈夫的种种行为 让严女士很难相信的 不过也确实挺让人疑惑的 她是为了挣的更多的钱 好担当起家的责任 才去到了国外工作 可这都几年下去了 她不往家里寄钱也就不说了 现在竟然连个房租都交不起 那么她这些年挣的钱都去哪里了 甚至在她的眼里 严女士根本就是夸大其词 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又是否真的是严女士太情绪化了呢 后边包括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都是我付的这个钱 但是我当时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就是你在国外的一些钱去哪了 是吧 对 然后回来我就长了一个心眼 然后我就跟她联系得多一些 我就会应该打视频 但是发现 有时候要么就是挂断 要么就是第二天给我回过来 有时候甚至的话就是 还有点不耐烦 但有一次我就开了视频 发现她在海边 无意当中我晃着旁边就有一个女孩子 后来我跟她发微信 我就问她 我说那个女孩子是谁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她说是她们同事一起出去旅游的 然后我就去发现 她的那个口口空间的时候 就同样一个女孩子出现了很多次 而且最重要是她去了不同的国家 还回来一趟中国 我都不知道 都说女人的第六感是非常准确的 看来这一次严女士的第六感 也没有让她失望 果不其然的就是丈夫依旧狗改不了吃屎 又开始拈花惹草了 甚至这一次更加的变本加厉 直接带着小姐妹周游列国了起来 这让严女士怎么会不难受 自己何尝受过这样的优待 现在丈夫竟然和别的女人这样搞 甚至都回到中国了 连坑都不坑一声 摆明眼里早已经没有她和孩子了 根本不在乎她过得怎么样 那么原以为瞒得天衣无缝的老陈 听到严女士的这番话 又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其实我那个时候学校是让我来负责拍照 所以我拍的可能比较多一点 你看到那个不是你想象的 都是到如今了 还在辩解呢 她又不是大于要着急忙慌的去治水 可以有理由三过家门而不住 难道她的妻子女儿甚至父母 她都可以毫不在乎吗 连告都不告诉家里 不就是害怕和家里说了之后 怕家里想见的 从而打扰了她和小姐妹一起开心玩耍的计划吗 她当谁是傻子呢 这不是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来的事吗 还在这里狡辩来狡辩去的 这件事结束了之后 然后我就觉得不对了 心里面当时我就觉得 我没有必要再跟她过在一起了 然后我就跟她妈妈说了这件事情 然后呢 就让她回国呗 对就让她回国 然后回来了之后 我们就谈关于离婚的事情 然后这个时候 她的父母就求我 就是说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 但是我用心软了 让我给她一次机会 然后她也跟我说 让我给她一次机会 不得不说 严女士可真是个菩萨心肠 俗话说 再一再二不再三 老陈这明显的都死性不改了 还在她身上抱什么期望呢 那不是趁早离趁早解脱吗 就她这样的花容月貌 什么样的找不着 何必非得在这堆牛粪身上过生活 那么这不禁让人好奇起来 老陈到底对严女士 灌了什么迷魂汤 竟然可以让严女士 面对她这么大的错误 回心转意 我回来的那一天 我就跟她打电话 我说这次再不走了 然后我就跟她说 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真的在家里面好好地过 那后来为啥离呢 我后来就找了个好的工作 那个工作就是做兼职 又是一样的套路 可就是花言巧语的 当言女士好骗了 换个人早给她踹的 十万八千里了 还有功夫让她在这扯犊子呢 还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这言女士也太大度了 竟然又一次相信了她的话 不过话说回来 常言道浪子回头筋不换 如果老陈真的可以改过自新 踏实过日子 或许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也是个好事 但就是不晓得老陈这次 会是真心的吗 其实那半年 那快一年的时间 我们生活的都还是可以的 后来在一年的时间 我另一段时间 我就发现她天天看手机 晚上的时候是不睡觉的 大概我起床了她在睡觉 一直处于这种状态 后来我发现她在看直播 再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就发现她的手机 一直在不停地响 她不接电话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问她是为什么 但是她只是叹气 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 她跟我说 咱们把房子卖了吧 但是我很奇怪 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说为什么要卖房子 我说咱们就这个房子 就这个家了 如果卖了的话 我们这个家就散了 但是她就不说了 看来老陈这次是真的信守承诺了 人家果然门都不出来 直接在家里刷起来了直播 甚至只在大晚上刷直播 然后白天睡觉 就她的这点弯弯长子 谁不知道 为什么要干这么有 反自然规律的事 那只能说明 晚上直播的内容更吸引她 晚上直播呢 肯定是漂亮妹妹跳舞最多 但也不能全怪她 要怪只能怪这个世界 诱惑太多了 但为什么严女士 偏偏在这个时候 提起来丈夫刷直播的爱好 难道和严女士口中的卖房 会有关系吗 还是说自己 无心之举的单纯想控诉丈夫 因为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回来之后 我虽然说那个两三千 我后来想了一下 可能也不够 于是我就想能不能做一些新的行业 当时那个直播刚刚开始 我是当时比较早找的一批 他们就说呢 你如果 如果给一些大主播刷礼物 那么同时你的那个等级就会越来越高 就是货生的嘛 他就刷礼物 刷了几十万 然后我就找了很多朋友 就借了一点钱 借了一点资金 然后在里面刷 他一天晚上可以刷好几万出去 然后因为 因为借助已经上门了 没有办法了 然后后来的是他跟我说卖房子 但是我说 那咱们这段婚姻也就结束了 我的天 给主播狂撒几十万 一天晚上就可以刷好几万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那些妹妹不得给大哥伺候明白了 这私下里都聊些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有钱你刷别人也管不着 你要是家底后 根本也不在乎这百八十万的 那别人也无可厚费 关键是你这没钱还要借钱去刷 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是啥 现在家可算让他作美了 就连导师听完他的这些感人事迹之后 都忍不住对他说出了这样的话 你有没有跟他坦诚的说过 你做错什么了 平时没有把心放在家里面 说的这么委婉啊 你跟他说你的心放在哪里了吗 你跟他交代你做了什么事了吗 没有赚了很多的 别差话题 你跟他说了你做过什么 对不起他的事了吗 说了 什么事 这么几年没有对他的照顾 你还在掩藏 你还在隐瞒 你还在躲 那你为什么要和他复婚呢 要坦白 坦白才能说明你认识到错误了 但至始至终 我们没有看到你一丝悔改之意 你是一个挺浪漫的人 你知道给别人过生日 你知道去海边旅游 你知道给人打赏 博得人家对你的应用 谢谢大哥 但是你唯一不知道就是怎么爱这个女人 你心里压根就没有这个女人 没想到导师三两句就拆穿了他的虚伪 直接要害的说出了他的问题 真是不知道严女士当年找老公是怎么找的 猪八戒撞天婚还能撞到几个不错的美人呢 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坏男人偏偏让他给撞上了 真是替严女士这朵鲜花感到可惜 那么在听完导师的话之后老陈会怎么做呢 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心里面还是有愧疚的 我也想跟你说对不起 我在以后的岁月里面 我真的会对你和孩子 尽我最大的责任去保护你们 不管我的收入多少 但是我还是希望 就是能够把以前的那些过失给弥补了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而且能够跟我一起 我们再重新的好好的生活 如果你要良知 你去把女儿今后的生活 多照顾一下吧 给她做个榜样 这可以了 面对老陈的深情告白 不由得让所有人都为严女士捏了把汗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这一次严女士终于没有再犯糊涂 勇敢地拒绝了她的表白 真想给严女士拍手叫个好 就这样的渣男真是浪费感情浪费钱 有这些东西再加上严女士的美貌 找个更帅气多金的不比这箱多了 这四年期间给过孩子钱吗 比较少没有 这四年期间尽心去照过他们母女俩的生活吗 没有 既然都没有凭什么你就敢来呢 我觉得我还是挺对不起他们的 我承认是我的 以前我做了很多措施 所以我还是有这个希望以后能够弥补我的过失 那你就去弥补吧 好吧 幸亏到了最后严女士没出来 就这种烂人根本不值得 不过骂归骂 她和严女士毕竟有个孩子 希望在以后她能负起责任吧 不要让孩子再对她仅存的一点美好回忆也耗尽了 也衷心地希望他们各自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 感谢观看